9月13日,在最新的一期做家务的男人中,张馨毅和老公袁洪谈起孩子教育时,将其老人带孩子总是容易过于溺爱。 孩子一哭就妥协,孩子遇到挫折时,老人教育方式就是打地打桌子。 张馨毅认为这样的教育其实并不是很好,虽然他也很理解, 因为老人可能是将对他们这一代的亏欠都弥补给了孩子。 但是张馨毅认为,这样的行为容易会让孩子觉得犯错时首先怪罪别人,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 认为适当的爱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怀。 我说妈,你要是每次他摔了你打地,他磕了你打桌子,那他以后遭受任何挫折,他先怪别人。 他不先找自己的问题,是我自己不小心,或者怎么找。